我們說過了嘛 從臨場走的事情啊 從城池東跑北農啊 從哪跑去環南市場啊 找一個人叫柯文哲 很顯然 我認為有一種感覺 變成是民進黨政府 給柯文哲一點壓力 我們大家就我們一起合作 你不要一個人這樣硬看嘛 好不好 給他一點壓力 但現在柯文哲是 你要弄我 你越弄 我就越塞 你再弄我就再塞 你再弄我就全市塞 你再弄我覺得全台灣人 都到台北市來塞 好像掀開那個 沸騰的鍋蓋 讓裡面油給爆出來一樣 我不知道是什麼好事 待會來賓會有評論 今天我們題目很多 但是很湊巧都跟這一篇 年輕人的文章有關係 所以一開始我先用這篇文章 跟大家來分享 因為裡面確實講到很多 我相信讓你 讓我都很有感的事情 我們先請拼哥來 其實優正你剛提到 美國搞不好 下一波年豬都要打疫苗的時候 我真的還蠻感慨的 為什麼呢 因為過許台灣很多人 到最後第一次接觸到疫苗 是吃萊豬吃到 吃美豬啦 美國豬 美國豬他們不是說 美國豬都來個豆瓣嗎 對不對 所以就等於是吃萊豬吃到啦 台灣要這樣才碰到疫苗嗎 我希望台灣不會這麼 落到這麼難堪的尷尬的地步 那這個年輕人寫的東西 他不是什麼有名的人 他只是一個中生大學的學生 為什麼他寫了這麼多人共鳴 因為很多人都遇到他 文章裡頭形容的狀況 而且大家都感到很無奈 就是這樣 老實講光是提到中山大學啊 我覺得你不要說蔡英文做哪一個事情 光是中山大學 很多碩士生大概都很央視 為什麼 因為你中山大學可以讓焦糖哥哥 用粉絲團超過10萬人就可以入學 你說你是中山大學 碩士生你會不會很想死 那我也可以耶 我有事實耶 對啊 那我可以入學4次喔 對啊 所以那館長可以入學12次 所以這搞什麼鬼嘛 這個台灣已經亂搞 一通不知道在搞什麼東西了 然後呢 這個年輕人 2020年 大家很期待的 怕台灣會輪亡 把票投給蔡英文 結果呢 台灣今天有變比較好嗎 是變得比較好還是比較糟呢 那我也譬如說 如果沒有今天這場疫情 也許 現代氛圍還不是這樣喔 也許很多人還覺得 自己生活得很快樂 可是一場疫情 特別是在今年4月底以後 整個事情 全部急轉直下 從洛富特 從3加10 然後到台灣專政開始 疫情拉緊爆了 突然之間發現 原來過去告訴我們都是唬爛 什麼疫苗超前部署 什麼東西超前部署 全部都是沒有 都是空話 都是騙人的 要疫苗沒疫苗 要醫療量的沒有醫療量的 連篩檢的能量都沒有 給你一年多的時間 什麼也沒做 大家每天就在那邊下午2點都準時收看 然後看他在那邊 在時鐘 時鐘talk show 每天在那邊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完就沒了 講得一副自得意滿 好像是很了不起的案 實際上什麼也沒做 然後一個疫情就讓他被看破手腳 台灣現在的情況真的很可憐 那天我看到花蓮 在那邊搶個疫苗那個樣子 真的是 真的是夠了 我必須說花蓮現在武非常糟糕 怎麼會想到這麼離奇的方式去處理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台灣的恐慌 因為大家怕打不到疫苗 那這是誰的責任 追根結底 還是政府自己的責任 那政府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最可怕的是到現在 我都看不出來政府 真的很驚奇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覺得最恐怖的地方 你看即使慈濟他都還要擋 郭董先擋完 擋完之後再拉個台積電去賠 然後慈濟出來又要再擋一次 然後再擋好不容易再出來 那現在我不知道 國民黨的那些縣市首長 不是也要去買嗎 他是不是再來擋一次 搞不好我覺得他連擋都不擋 因為這次理都不理你 各位你送件也沒有用 我就當作你不存在 這個政府吃了善如鐵人心 就是打算做這件事情 那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到現在這個地步 立志民調 民進黨都還有 百分之三四十的支持率 蔡英文都甚至到四十幾塊五十 我真的覺得匪夷所思 真的是太詭異了 那還有一點 我覺得更奇怪的就是 我一直覺得我們的衛福部 我們的防疫組繪中心 其實很像山寨寨主 很像強盜 怎麼說 因為很奇怪啊 別國人家PCR 人家可能只要兩三百塊 三四百塊就可以做到 台灣一定要給你七千塊 現在大降價 兌換卡還要三千五千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趁機搶錢啊 當然啦 他在策略上可能是你價值量 就是讓你 讓你覺得太貴了 你不想別摔 然後呢當初還開放疫苗自費 要自費 然後要不然就是疫苗不給你血 這政府奇怪 你們民眾他都要一直卡 然後呢什麼事情都跟你講錢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奇怪 我想不通這個政府腦袋在想什麼 他很忘記啊 你們政府現在用的每一毛錢 都是我們納稅錢 又是你出的 就剛剛你先講的啊 一開始啦 我納稅給你 那你拿我的錢去買疫苗 然後你買回來我再花錢 再花一次錢再打一次 這到底在幹嘛 對啊莫名其妙 而且不要忘記 這是法定傳染令 你政府本來就有 移植他們的義務 不是嗎 大家不用怕什麼 自己生病的不好意思幹嘛 本來你生病你就有義務 政府就有義務在醫治你啊 這有什麼好怕啊 這是你身為國民的權利啊 反而是這些政府很奇怪 從頭到尾塞也不想塞 弄也不想弄 什麼東西都故意在卡你 你看了不會讓人火大 看了不會讓人生氣嗎 然後更讓人家覺得噁心的就是 全世界都是除了少數比較重要 比如像總統總理這些人 絕大多數都是按道電名 還有他的高風險職業等級 只有中華民國台灣 是我們的中央官員先打好答碼 中央官員打好答碼之後 再輪到其他組織 這到底就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覺得匪夷所思 然後更奇怪的就是 這些不要臉的中央官員 打好答碼之後 他名單還不告訴你 他不敢跟你講 奇怪你們不是都中央官員嗎 不是承認說你都認為這件 有資格排在前面打嗎 那名單為什麼不能公布 他是公務員的 他不是一般人的 他為什麼不能公布名稱 你是因為這個公務的職權 你才有資格排在前面先打 老講別人不要講光是年輕人 假設我其實還是有特選的 我算是前面十類 像那些50歲以下這些年輕人 請問一下 他們本來在等的就已經等的很新奇了 然後我今天一翻 翻開報紙又有一票人超前了 明天翻開報紙又一票人插隊 你看了會不會火冒三炸 你這樣看起來搖搖無奇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等得到 四人看的都火 那我們的政府好像完全無感 繼續打石藥署那個 結果他石藥署非正式員工 比正式員工還要多 還多 是太神奇了吧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石藥署的組織架構拿斷看看 你們的編制真的是這樣子嗎 哪來這麼多閒雜人等啊 你石藥署所有東西都外包了 是這樣子嗎 我知道我們政府本來就很奇特 中華民國政府一大堆太潛攻 我本來就已經覺得很奇怪 但你派錢給我多告這種屁股啊 你政府帶頭當罐老闆是嗎 那你也把名冊拿出來給我們看一下啊 所以不要每天就 陳時尚那邊吼兩句就算了 好像沒事一樣 我覺得這些都要 未來都要調查了 一定要查到水落石出 到底誰在這個中間的過程 勘章違法 排隊插隊 全部都要把他拿出來講 然後我跟你講 最後最讓大家有感情就是紓困筋這個問題 紓困筋真的非常嚴重 我一開始就說奇怪了 為什麼不能先普發一輪 全部先發個一萬之後 再根據特殊的情況 特別的職業再去研究怎麼樣 要讓他有第二輪 第三輪 第四輪的紓困 我老實講這個紓困 絕對不是4.0就結束了 這個疫情也有得到 至少還要半年一年以上 那在這種情況下 政府前面一直說 怎麼紓困4.0照顧到多少人啊 結果照顧到誰了 今天只要有勞保的 全部都不能進行 那請問一下 那就變成 絕大多數人 你有沒有想過年輕人的感受 你疫苗也不給我打 紓困也不給我請 然後我每天還冒著風險去上班 你是怎樣 我們這些人好欺負就是了嗎 我老實講我其實 因為我自己有成立工作室 我其實可以申請紓困 但是我不敢 為什麼 因為我明明知道你們這些人 已經在等著我 我只要一句申請紓困 我跟你講 連公家機關 哪一個行政中立規則啊 到最後一定把我的資料拿出來 所以你看西蘭冰這種人 還想出來申請 申請紓困 好像我不必要 我也沒有必要去做這種事情 但是實際上很多人真的有這個需要 他想申請 申請不到 我跟你講 其實這中間不公平的真的非常多 那有人非常快 據我所知 去年不是有一波申請紓困嗎 有人就根據去年申請說 啪一下就下來了 那你去年申請不到 今年還是申請不到 政府到底在幹嘛 你去年就已經不給人家 今年還是不給人家 今年更困難了 我在 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奇怪的話 像這兩天有一個 台安醫院對面有一家 麥咖哩的餐廳 我以前有一陣子 因為住院的麥永長就在那邊吃 這家三十幾年的店倒了 倒了之後 網路上一堆酸言酸語說 你開了快三十年 才三個月不到你就倒了 那個灌老闆啊怎樣怎樣怎樣 我覺得這種就是沒有出過社會的年輕人 都要這樣想 要不然你就是1145年 理由非常簡單 今天我兩個月沒有生意 那種像他那種店 你如果不占店內用的話 根本沒有人要外帶 外帶人極少 你稍微高級點的餐廳才要外帶 神經病才要去外帶 我花比平常路邊攤貴的錢 要吃的就是氣氛啊 然後結果 他現在變成只有外帶 他當然就沒生意 好你說兩個月 你以為真的只有這兩個月嗎 未來就算7月12號2.5 降級變成2.5 還不是一樣是外帶 那未來這個外帶的情況會持續多久 誰知道 會不會半年還是一年 誰知道什麼時候解決 你是老闆你要每天這樣 無止境的虧下去嗎 你要虧到哪一天才是終結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網路上 還能夠講出風涼話的這些 大部分都是根本沒有出過社會的屁小孩 要不然呢 就是1450才會這樣幹 所以今天這篇文章非常沉痛 但是倒出了很多人的心聲 可是可怕的在哪裡你知道 可怕的是講出了這些之後 請問一下有什麼用 大家幹了個半天之後 沒事啦 然後我再跟大家預言一件事情 只要 只要疫情在年底之前解決 這件事情就像沒發生過一樣 對 我跟你講只要疫苗開始 假設真的 美國爸爸或日本大哥哥行行 疫苗逐漸到位 大家開始慢慢打得到之後 很多時候這個事情會忘記了 到明年又來 今日香港明日臺灣 我跟你講 又來一定會再來一次 那實際上真正在上演的是什麼 今日臺灣明日香港 不是嗎 中間被幹掉之後 香港蘋果就被幹掉了 所以今日臺灣明日香港 所以真正糟糕是我們臺灣自己啊 我們自己都過不好 你每天再去看別人 所以我必須說 這邊看起來好像有一些部分年輕人覺醒了 可是問題是他們能夠覺醒多久 老實講我非常高度的懷疑 確實這個 我向來是一個有一說一啦 像我必須說很多的這個 從事農業的朋友 不管是什麼農了 什麼農 你也知道嗎 我們很多東西必須賣去中國大陸 那這個民進黨上來以後 難怪是不好嘛 人家就不買了 不氣作了 不收購了 少買了 然後你就嗨嗨叫 啊 活不下去了啊 然後等到下一次投票的時候 你還是投給民進黨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有時候我必須講 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怎麼每一年都來一次 每一年都來一次 每一年你都要告訴我 你的水果賣不掉 你都要告訴我 你的這個什麼什麼魚怎麼了 氣作怎麼了 什麼什麼東西怎麼了 什麼東西幹嘛幹嘛了 然後我們就說 你看你看 政府幫幫他們怎麼會這樣啊 然後下一次投票的時候 你們還是投給他 那你又怎麼辦呢 所以如果 民進黨的朋友 蔡永彤你做得很好 投給他沒有問題啊 歡迎你繼續投 你投到千秋萬事我都好啊 如果他做得很好 我們過好一支沒有問題啊 如果他做得很好 那他當三次總統都可以啊 為什麼只當兩次 當四次OK啊 只要他體力好身體好 沒有問題 因為他是個民軍 但是顯然 在有些朋友心中他並不是 但是過去很多事情 我覺得大家也就這樣過了 好或不好 心裡有定數 但是防疫疫苗這件事情上面 確實糟糕啊 確實糟糕啊 所以才會讓很多年輕人 也不要說很多啦 有這樣子 可能跟我差不多歲數的 相對年輕的朋友 心裡會有感 也願意出來講話好不好 今天文章我分享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 好